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这里面你再去看 反正我最后我只能数出22个就对了 为什么?为什么是22个? 因为我是拿现在 现在 有听懂? 现在是不是那个22个现世证 对不对? 对啊 好 所以我们现在来数数看 我们现在来数数看 点载入更多 好 我们再数1246810 屏东县是10246810 看到吗? 连江县 再来连江县24 所以还多 这边24个 所以还多2个 所以不可以把高雄县拿掉 我们只能把高雄县换成高雄市 听得懂? 拿掉是不计算 可是你改名字 它就变成会合并算在一起 高雄市还有一个叫福建省 请问福建省是要拿掉 还是要把它算成什么? 拿掉 我想你们一定比我还清楚 就是拿掉 因为我去上学校的课程的时候 一般学生他不太理解 这边是要拿掉还是要改 好 我想你们应该听得懂 然后确定 我拿掉了一个福建省 再来还要再做高雄县的取代值 高雄县 把高雄县改成高雄市 好 这样子你最后去算一下 这边只剩下22个就对了 2 4 6 8 10 屏东县是第10个 屏东 12 14 16 18 20 金门县第20 21 22 可以吗? 好 请你们动手来去做计算 就只有22个县市政府 22个地方政府 我再做一件事情 其实就是要去做关闭 然后关闭与套用 以及储存这个档案 暂时资料内容的清理 做到这边 我们就先点常用底下 关闭并套用 那我们要去检查 刚刚这边所做的类型的转换 是不是全部都恢复正常了 你怎么知道正常呢? 没有符号 就是栏位名称没有符号 它就是文字 那如果前面它有一个这个C个码 它是什么? 数值 没问题 现在你只能看到两种 还没有看到日期 还有自己计算出来的新函数 可是因为这个档案 我们就先把它做储存 请点档案储存 当然也可以点另存 然后请储存叫做全国人口统计 然后今天的日期好不好 10月4号 然后储存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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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